我们继续来看这个英国伦敦10万英镑买入赛主赛式的决赛桌 现在还有4名牌手 就是你获得第4名 现在他这个有130人参赛 我前面说108人参赛 可能说错了 把和别的比赛计混了 他这个第4名也有110万英镑的奖金 AQ啊那YK羊上来拿到一手非常强的牌 Q7也会check啊 Q7不会想起瑞斯吧 有一张Q起是不是有点太 他真起个瑞斯啊 他感到觉得YK羊尻的太多了 挺喜欢尻的 他想惩罚他啊 他这个牌起瑞斯其实也有些勉强的 而且YK羊抽码也挺多的 比他多 YK羊这手牌还会call还会那什么啊 因为他们这个小忙对大忙是吧 而且他们两个人会有一些 YK羊Major也意识到对方这手牌Major有点针对他 看他call的多他起瑞斯 就是感觉到有点不太对劲啊对方起这个瑞斯 有可能啊 因为正常而言AQ都会call的 但他这个时候有不少的概率啊 就是这样啊 去allin了 Q7秒气 是吧 Q7也没有藏藏啊 秒气就是表明我自己这个牌不咋地了 这能看出Hace这个人打牌七日也是挺凶的 他可能看YK羊真的call的太多了 YK羊真的很喜欢call啊 他是小忙的时候很喜欢call进去 Hace看每回你都call每回你都call不能让我收个底吗 生气了直接起个Race YK羊这边嗷裂了 我们来看看这手牌 豹夫老板伸了个懒腰 今天我看了看各种动物伸懒腰的一个短视频 还挺逗的 第一个伸懒腰的就是豹豹鼠 豹豹鼠应该有很多人看过吧 那种澳洲的小动物啊 他那个是把头仰起来 敲着肚子还脖子敲胸着 然后仰起来往后的那种的伸懒腰各种动物 包括什么刺猬呀猫呀老虎呀狗啊 挺逗的啊 8G 8勾选择call A2 其实我有点 我看他们一般都爱念8勾啊 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 我就有点爱念8G 看他们圈嘛都爱念圈 我就是有点爱念Q你知道吧 我就是爱把这个牌 这两个牌这么念啊 念J念Q 也不知道是为啥 来手翻牌吧 4Q 4Q5啊 那这个牌 豹夫老板非常强 花顺双筹 带A的高张 还是买最大的A花啊 看炮芙老板会不会打一枪啊 这牌其实要是我可能就下一个大忙是吧 下25万 转牌再偷啊 有位置 这牌直接过啊 因为毕竟自己是个买牌直接过啊 也就是还可能偏向于下注啊 你要直接过啊 就是一个自己毕竟不是成牌啊 下注37万5000 那8勾这实在是没有牌是吧 就弃掉了 是不是要是我就下小一点了 期望于对方能靠 毕竟我这手牌真的很强 就哪怕你是Q是吧 我如果要买上来把这个底池 就是做大楼也挺好啊 就是下的重就是对方更有可能跑嘛 他这应该是下个半匙左右啊 哈利波特 不过这个毕竟羊是有点有点像那个 我有点像猫头鹰似的 就说像像动物 就是有些人就是长相上可能有点像啊 但是我觉得 我不知道为什么 我就看着觉得挺像猫头鹰的 包括那个孙鸿雷啊 像那种狗 我看他们有拿黄膜搞笑 孙鸿雷那个他那个像 那是那什么呀 有短视频做吗 毕竟羊这手牌非常强啊 KK我 是真的像啊 我还没短视频啊 我看刚开始是他取笑黄膊 说黄膊像什么狗 还是黄膊一说 一说拿拿出这个狗说像孙鸿雷 我这个是真的太像了 A9 A3 墙口位啊 COW位其实是墙口位 A9这牌有点 也没有那么好放啊 毕竟一个四人猪 A9还算不错 一家打一家 COW呢 A3要不要玩呢 A3其实也不是不能玩啊 因为他已经扔了25万的大忙了 他这牌就是有点怕被主导啊 两个人 就是两家人很容易有一家人 哦他还是没有玩 其实A3可以COW进去的啊 你知道自己容易被主导就行了 因为他只要跟25万就去 赢这么大一个底池啊 他竟然气掉了 因为A3至少还能买个顺 直接气掉了 还是让我多杀有点意外的啊 是不是太怂了 可以下个三分之一底池啊 这样是不是的牌了 你KK肯定不适合下太重的 这很容易对方没击中任何东西的 一下下 就是你下重住 对方就跑了 这牌了 拿KK试探一下 对方有没有什么牌啊 牌力了 其实也能过啊 你要是在那什么的 你也可以过一下 炮弗老板是实在没东西啊 因为你有位置嘛 有时候你要是前面过 前面那人过 你感觉出他实在没有牌 你KK其实也可以藏一枪 但多数情况下 一般就打了 要万一真的要有个勾是吧 那你可能能打到 多打到很多价值 就你flop开枪 可能打到很多价值 要对方中个5中个6 其实也有可能靠你一枪的 但是过也能过 过也其实也没啥毛病啊 就偏向于这么打更好一点 只不过这把炮弗老板 那实在是没有牌啊 而且他从翻牌 就用A9这样的牌去扛一枪 后边还有两条街也不是太好 Q4这牌非常的差 Q6比Q4好那么一点点点点点点 但是装位啊 炮弗老板要想要不要抢忙 他确实可以抢忙 他筹码领先者 想想算了不抢了 他和YK羊差不多 YK羊又赢不少啊 88 欧立了这牌啊 是吧 88这牌 就算对方不跟也不错 那YK羊这手牌又是有可能尻啊 像前面才有一个勾什么的牌 也不太好 那个是160多万啊 现在剩四个人了 285万 这也是一个非常短筹码的奥林 而且他是Q2同色 他Q本来就这张牌就算也挺高了 你知道吧 面对一个四人桌的一个短筹码 Q没有就是高张 这把牌确实是高张啊 他还是同色 因为短筹码奥林的范围是非常宽的 其实搭起手牌 因为前面勾什么都尻了 那也是个好像有个130 160万的奥林 他这个285万 其实到现在 这也是一个非常短筹码的奥林了 所以Q2啊 尻了防守 哦这个牌 哦由于2啊 这个2比8小 要不然他们的升率差不多 这由于 88压制了这张2啊 8出一张2没有用 这升率差这么多 67对32 看翻牌 哦翻牌直接是天花 这个88也太贝了 胜率这么高 翻牌就死牌了 没死牌啊 他可以买买葫芦 但现在他没有出路 哎我这红桃吧 还有还有两张的是吧 6和高红桃的出路 一张K那死牌了 这就没有扎最多是三条了 顺的比顺的最多顺的 但其实顺的没有大嘛 就直接想 想什么三条能不能变葫芦 这张9要在转牌发出来 还有些说法呢 比如再发出一张9是吧 其实也是 三条9再俩8赢了 发出8他也是葫芦 那这个人有点被啊发出了 他前面有一手K8真的很莽撞 他K8装位600万的筹码 直接推奥令啊 那手牌上他输很多筹码 其实他那手牌 真的有些莽撞的 那个牌其实齐瑞斯抢 忙住就行了 他真的 我觉得他那手牌打的太 就有些莽了你知道吧 K8直接推奥令啊 反正被YK羊巴 好像也接下来了 那K8这种牌 别人接你奥令 你肯定不会领先别人的 不过第四名也是非常好的成绩了 130人打到第四名 那也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 哦 这个是唐啊 什么唐 是个中国牌手 中国香港牌手吧 还哪的牌手 他还有照片在墙上呢 啊 应该是冠军墙 他却是获得一个比赛的冠军 我记得是冠军吧 好像是冠军啊 因为很多的冠军 会有照片在那个墙上 走廊上面 好像我记得最早看斯多克 那个施锦赛是不是就是这样啊 墙上有冠军照片的 那条刀我记得是一个特别破 你知道吧 那条刀 反正不咋好看着 有点 有点 有点那种挺 在咱们这有点那种什么 挺破的地方的 一个街道有 有个 有个通道 反正那刀看着不咋地你知道吧 好那种就是那种 房子没装修那种 毛坯房那些 有点意思那种的那种墙 上面挂照片 那条通道是通到台球的最高荣誉啊 世锦赛的冠军啊 从那通过去夺得世锦赛冠军 那条刀我记得看过一回好破啊 但可能没有我说的这么破你知道吧 没有我现在给你们说的那种感觉 反正那条刀我刚一看我世锦赛这 这通道这个通道就这么 这么破嘛 就是说明他这个就说明什么呢 是一个文化底蕴啊 哦 12又 又这么对歪坚杨 歪坚杨 万欅云喜欢地小盲嘔 所以他KAO的太多了 这12就是 这些人就用恭喜一些拉 conventions anticipated 对歪坚杨进攻啊 你毛坚啊 员坚的九哥很有可能 尜坚进行了 防守 然后 我说到哪了啊 就是文化底蕴 没说明说他这个年头特别多了 因为这个年头多 他当 sup 他刚开始就 那个倒台不好 有这种啊 其实带很多这样意味的 看翻牌 哦有让12两对 那这手牌跟Y凯阳关系不大了 12要不要开一个 这枪可以下个过牌或者下个轻柱啊 因为这个底池本身就比较大 这个时候你下一个轻点的柱 对方也不太容易跑啊 因为底池这么大 你稍微下一点柱 对方不太好割肉是吧 这不太好割这么大的底池 觉得12可能会下个 三四五十万 下多少 四十五万啊 其实要我觉得还是有点大哦 如果三四五十万中间是三十万 我这样牌我都想下三十万的 还是跑了 这黑死打牌还真的打得挺凶的哦 这人以前没有什么印象 就感觉稍微有点眼熟 但打牌还是打得挺凶的哦 打牌打得挺不错的 其实我根本就不用 就是看每个人 我一般不爱查牌手你知道吗 就是这个牌手举的什么成绩 怎么着的 我不爱查一些东西 因为我不用查 就他们打牌 我看他们打击手牌 是吧 我就知道他们这个人 他大概是什么样的水平 但是有时候你做视频 我也是有点懒 说实话 我爱去查那些东西 就是查查他们的资料 看他们是干什么的 取得什么样的成绩 更好啊 其实解说起来 观众有时候 其实我也有时候 也偏要了解这些东西 有时候有点懒 一个是他们的水平 我一看就能看出来 他们啥水平 完了 这手牌别说了 这手牌 这手牌KK 虽然胜率很高啊 但由于他没有 跑步老板筹码多 有可能 这手牌非常有可能 打到all in的 我不太好说 看看小王怎么做吧 哦 他选择平尻 平尻了还不太 真不太好说啊 AK会不会起瑞士 还是偏向于起瑞士的 他要真的想藏一手 平尻了 藏下他的AK 但有点可惜你知道吧 AK这种牌 你平尻了有点可惜的 还是要起瑞士 希望对方的牌力也不错啊 还是起瑞士的概率更大一些 平尻不太好 要真的对方牌很差是吧 你起瑞士他跑了 那就算了 那现在也是KK啊 也不一定打到all in 因为两个人嘛 KK这个时候all in 他会怕 对方弃牌啊 他这会儿要想一想 判断一团 判断判断 炮和老板什么样的牌力 是吧 他过了这一段时间 完炮弗老板起的瑞士 完他起了92万5千 完想一想 观察了 观察炮弗老板 他牌力强不强啊 他就觉得炮弗老板牌力弱 他就会尻 他就觉得你牌力挺强的 那我干脆 我再起个瑞士了 其实就是all in 不太有起瑞士的空间 然后觉得炮弗老板排不错 我就没有位置 我就直接打的 直接起瑞士了 其实这个all in一样啊 这里边没有多少根的空间 因为炮弗老板一跟这个底池多大了 他又跟160万 160万 400 500 520万的底池是吧 对方后手还有440万 其实对方套匙了你知道吗 所以说我为什么说KK没有起瑞士的空间呢 KK一起瑞士其实和all in的效果是一样的 咱们都说完全一样啊 就520万的底池 还有440万 还是有点气排的空间的 但其实没有太大的差别 知道吧 YK在旁边站着看戏啊 轻轻松松的啊 他俩谁赢谁输 其实对YK来说都不是有 都不是太有所谓啊 因为炮弗老板这牌一输了 那肯定是黑死输了更好啊 炮弗老板一输了 其实也少不少筹码 变成短筹码啊 反正差不多了 反正多淘汰 反正直接淘汰个人更好 看翻牌吧 翻牌是10勾圈 炮弗老板直接击中天顺啊 其实这种牌我有印象你知道吗 炮弗老板手牌直接就这样添顺 这KK还有发A的评分啊 好老板手牌运气真的非常非常好 对方胜率比他高不少了 他被主导了 但是这手牌啊 发出A评分啊 但外边也不少啊 有三张A 看看吧 转牌还有可能死 哦死不了牌啊 因为有评分就没有死牌那一输 但是他已经没有胜率了 反正胜率0% 只有7%评分的概率 还能发出A啊 三张A 24法则6% 实际上三张A有7%的胜率 一张勾啊 那既然呢 KK 黑斯打的还是挺不错的啊 真是运气问题是吧 被淘汰了 获得第三名 那其实差不多是吧 咱们今天视频就看到这啊 黑斯获得第三名 下一个视频就是炮夫老板和歪欣扬的单挑 炮夫老板 炮夫老板真的是我看见过的打牌最好的老板啊 我还看见一个有个赌场老板这打的也挺不错 但没有炮夫老板打的好 是我见过的打牌最好的牌手啊 包括我说谭轩是我见过的也是我说的是我见过的打牌最好的中国牌手啊 我并没有说谭轩是中国大牌最好的牌手啊 炮夫老板也是打的 咱真可以看一看啊 YK杨也非常的强 到时候看看这个冠军到底是谁啊 好了 那咱们下次再见